但您前面有兩段婚姻 每一段都因為什麼就分開了呀 第二段婚姻 我去新華書刊電腦部的時候 新華社出店 我有一個會議 他對我特別好 你看下班吧 你也都回家了 他下班他不走 我不是每天去做飯嗎 他幫我吃菜幫我做 做完了飯以後他就不走了 我黑天了 我一個打老爺爺 趕快回家吧 不走不走 等於是他追著您唄 是吧 他比您小多少呀 他比我小15歲 原來他挺傲的 脾氣挺大的 不想和他結婚 但是有些孩子嫁了 沒辦法 1995年我就和他結婚了 你們倆過了多少年 26年 26年孩子又長大了 對吧 那怎麼又把婚給離了呀 他母親去世以後 給他腦子刺激很大 他打過我三次 我想他抓爛了 打得過 我睡著覺 他說他打我 我問他你怎麼打我 他說我有點不知道 所以您就義無反顧地離了是嗎 我就是過了不到20天 我就帶他到 宣武區民進居 婚姻登記書 開了寫了離婚協議書 我把錢也給他了 我現在打了離婚協議 在跟您簽離婚協議的時候 他是清醒的嗎 他清醒的 他拿的錢他特別高興 他說拿了100萬 我還有65萬的股票也給他了 房子也給他了 經過了兩段婚姻 對 每一個兒子都跟前妻 對 所以現在您是完全一個人 對 孩子們跟您聯繫嗎 聯繫啊 我老兒子每一個禮拜六去看我 我給他做頓飯 吃一頓 給他蔬菜碎果 給他撞一車拿回去 他應該找啊60左右的 找未婚他找不到 確確實實您到這個66歲了 依然對自己充滿信心 一個是可能您對身體比較關注 然後另外一個呢 可能您自己的自我感覺 也是良好的 但是衰老我們是沒有辦法的 所以我覺得這就是個問題 說起心裡話 誰找您都面臨著二次婚姻 那麼這個三十來歲的人 那他還找不找 就您想過沒想過 別人還找不找 是不是 而且您76歲 他46歲 你去想想這樣的一個狀態 他的生活基準不一樣 36歲還希望成為一個城裡人 還希望每天啊 在繁華的世界裡面穿梭 還需要工作 對吧 誰願到您的農家院 又不是自己的 所以您別告訴我奔您人去 您還要生個小閨女 我是覺得 真的您為了您自己 我覺得這些都別了 人不能太貪婪 說起心話 現代女性怎麼可能 跟一個迷信的老頭在一起呢 明兒您又算了個掛 說我不行不賴我 都是你的錯 因為你這不對那不對 又把人家給白白了 誰受得了啊 所以我特別希望 我們重新的務實一下 找個老伴 願意過您要過的日子 兩個人相守挺快樂 您也別找累 您也別給人家找累 謝謝 謝謝您 張大哥給我傳遞的信息就是 一路勝者 從改革開放下海 到拿出來的第一個大哥大 包括很多實心的東西 我估計您是走在 實在千言的弄潮兒 那麼這些的確會疏離我們自信心 讓我們覺得這個世界上 我是厲害的 但是坦率地說 我聽您剛才遇到的時候 就講您的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會感覺 如果可以讓我去吃點東西的話 我現在我想吃點東西了 也就是我並沒有耐心去聽完 就您那種自信滿滿 會給別人感覺那個疏遠距離 非常快速地問您幾個問題啊 第一個 如果找老伴您這事著不著急 著急 如果想加快點速度 條件讓您稍要降低點 同意嗎 不同意 條件不能降低 條件不能降低 您肯等一等 也不能降低條件 我為什麼問您這個問題啊 我說話要直白一點 您剛才對於自己的 所提的這樣的條件 確實是有點太自信了 可能內在確實是身體啊 可能是40歲以下 但是您今天站在台上的狀態 絕對是60歲以上 生活是不是幸福 是在於兩個人能不能在一起匹配 您所提出的這些條件 能不能找得到呢 我不能說一定找不到 但是這個得壯大運 因為條件太高 您的條件這麼高的條件 可能想快速去找到那個合適的人選 難度太大 如果您不著急願意等 我覺得咱們就可以靜等 但是我就勸您一句話 拖到70和您66歲的狀態 那就差距更大 所以我不建議您再等 所以隨著您年齡的增長 您可能要調整的這個條件 就要往下調 這才是匹配 好吧 先生 那是為您好 好吧 就這樣 你看 他有菜了